陈志鹏PATIENCE放纵两点。大显希腊雕像童体。 前面男爵陈志鹏,朱脸,又一支新歌MV上线,电子舞曲PATIENCE释出音乐录影带,他在MV中落上身秀出脚好,健壮的雄性同体,也不吝息大方放送胸膛两颗葡萄钳,把粉丝垫到酥酥麻麻。 一向坚持着自己的陈志鹏,日前现身北京机场,又呈现距离万军的机场时尚视角,黑羽衣搭配荷兰鞋的枣型,被网友击把垃圾带套在身上,他一贯不以为意,无界限混搭,哥就是时尚的霸气,也让欣赏他的人大呼,终于get到你的时尚点了,这身真的帅。 陈志鹏PATIENCEMV千万不要错过 陈志鹏PATIENCEMV大秀男体之美,首度退下花服,用一身极力分明的线条入镜,展现纯粹的美好,也让粉丝不惊赞叹,男爵的身材保持得这么好。 天下熟男的模范,快告诉我怎么练的。 这把年纪,泽泽,不简单。 由于陈志鹏在先前的MV,走秀中就常让车头灯若隐若现放风,这回在PATIENCEMV里,直接把上身落了,自称捞腊肉的他, 却让人一睹希腊雕像般的完美身线,葡萄前各种视角大胆直击,看得人脸红鲜跳,千面男爵魅惑力惊天动地。 不过,陈志鹏日前在北京首都机场,祭出最新的机场时尚,反应颇样极, 他以黑色羽衣款长外套搭配LV双肩包和油插包,空体黑色风范,但重点在头和脚,他头戴Duxy水晶发带, 最健保的是他脚穿荷兰鞋,印花中筒袜配红鞋,台场气势如红, 竟显全北京我最红的豪气。 有人狂爱他的造型直呼帅翻,这双鞋子是Mia精彩啊,穿的不是鞋,穿的是态度, 也有人不解我实在是不懂时尚,总之垃圾袋套在身上了,不就是大垃圾袋。 陈志鹏则开心表示,这些衣服,包包,配件,鞋子,都是专程去荷兰买回来的。 还传授穿荷兰鞋秘诀,非常重,穿起来脚疼的荷兰鞋,一定要买大一号穿,但还是脚好痛窝。 追求美的代价是,陈志鹏脚背破皮,袜子磨破,但他说,呵呵,没办法,为了好看,应该的。 又说,时尚自己翻玩,玩出不同的时尚,就对了。 即将为专辑在北京举办一场千年Lib Show的陈志鹏,正全力闭关彩排,希望用震撼的视听效果,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,陈志鹏说,绝对给你好看。